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去公司做什么呀 工作 哦 那 那你好好工作啊 陆思辰也没再说话 过了会儿 轿车便停在了路边 秘书先下了车 然后恭敬地拉开后座车门 陆思辰没有再去看顾王梦 静止跨出了车外 小夫人 您现在是要先回乡界水岸还是 我要回去拿书包 好的 我先送您回去 回到乡界水岸的时候 顾王梦下了车 直接进了别墅里 小夫人 您回来了 您吃午饭了吗 你不用管我 我只是回来拿书包的 仅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 顾王梦很快从别墅里出来 然后直接就钻进了轿车里 小夫人 您要上哪儿去啊 我要去学校 现在时间还早啊 您先吃了午饭以后 再去吧 我不饿 开车 去学校 司机不敢违抗 登机启动上路 你今天早上怎么没来学校啊 我昨天生病了 生病了 你怎么了 哎呀 我好饿的 我们先去吃东西吧 好不好 你个笨蛋 我请你吃麻辣烫吧 怎么样 想吃吗 好啊 于是乎 两个小丫头直接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麻辣烫小店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就是不高兴 和你家人吵架了吧 算是吧 可怜的娃 怪不得连中午饭都没吃 一定是偷偷跑出来的吧 是不是 顾萌萌搭了这一颗脑袋 没吭声 来 今天我陪你吃个够 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 好 下午放学以后 顾萌萌跟着沈初雪一起出了校门 隔了老远的距离 她一眼就看见了来接她的轿车 几乎是下意识的 她一个闪身就躲到了沈初雪的身后 脸上的神情很紧张 你怎么了 我 你看见你家人了 顾萌萌胡乱地点头 这样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今晚可以去我家睡觉 真的 当然可以了 只要你不嫌弃就好 不会的 不会的 走 我带你从侧门离开 沈初雪带着顾萌萌走进了一栋老旧的桶子楼里 走廊上近视悬挂的各种衣服 偶尔有两三个孩子从身边穿过去 速度快的吓人 进来吧 那些都是我演出时的表演服装 哦 萌萌 你要喝水吗 好啊 我这里很简陋 让你笑话了 没有没有 初雪 其实 其实你这里很好的 我没有觉得简陋啊 我给你煮泡面吧 怎么样 好啊 我也挺想吃泡面的 你先坐吧 呃 直接坐床上就好了 我先出去打水 哦 而就在她离开以后 顾萌萌包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顾萌萌拿出来一看 来电显示上是一串陌生的手机号码 喂 在哪儿 陆 陆思辰 在哪儿 我不想说 你凭什么来管我 很好 你胆子够大 我 顾萌萌刚要说话 哈 电话就这么挂断了 她还保持着拿手机的姿势 就这么坐在床上 目瞪喉呆 你怎么了 没 没事 是吗 我怎么看你的脸色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有 有吗 哎呀 我在跟你开玩笑呢 顾萌萌萌 你喜欢什么味道的泡面啊 呃 我这里有泡椒的和酸菜的 啊 还有原味牛肉的 你想吃哪种的 话一落后 却没有听到顾萌萌的回应 顾萌萌 啊 大姐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能不能上点心呀 对 对不起啊 我刚才在想事情 怎么了 刚才是你家人电话吗 算是吧 顾萌萌点头 说真的 她现在忽然有点害怕了 萌萌 你没事吧 嗯 没事的 你别怕呀 我这里这么偏偏 你家人是绝对找不来的 不过 如果你想回去了 我随时可以送你回去的 我才不想回去 好了好了 既然你不想回去 那就不要想太多了 你想吃什么味道的泡面 哦 我想吃泡椒的 好的 初学 你在这里住多久了 嗯 快一年了吧 你不怕吗 怕 我为什么要怕 我跟你说 你别看这里很简陋 但是左右邻居们都挺好的 大家的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彼此都很照应 再说了 我都已经住习惯了 没什么好怕的 很快 方便命就泡好了 你的眼睛都在发光了 至于吗 我饿了 好 开始吃吧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谁啊 你别出声 小夫人 请您把门打开 我们是来接您回去的 这里没有什么小夫人 我警告你们啊 如果你们再不离开的话 小夫人 请您开门 我都说了这里没什么小夫人 你们有病啊 他们是找我的 找你的 你是小夫人 不对啊 这是什么鬼称呼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小夫人 小夫人 如果您再不开门的话 那我们就要强行破门了 请您不要靠近门边 等一下 你要干嘛 他走到门前 直接打开门 小夫人好 你们去跟陆思辰说 我今天不想回去 这 我今天想和朋友在一起 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我 我不同意 顾蒙蒙扭过头 瞪着双眼 难以置信的 看着那边缓缓走过来的男人 你 胆敢夜不归宿 他就这么仰头看着他 整个人都被吓傻了 甚至连话都忘了说 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 怎么不说话了 你谁啊 快点放开萌蒙 你是他的朋友 对 我是 是你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你是谁 陆思辰没有回答 他垂眸 重新把视线 录在顾蒙蒙的小脸上 顾蒙蒙 你让我很生气 下一刻 他全身忽然疼痛而起 啊 陆思辰就一把把他捞起来 扛到肩头上 然后转身就走 喂 蒙蒙 顾蒙蒙 黑色轿车就停在楼下 司机在看见陆思辰出现了以后 立马就打开了后座车门 陆思辰走了过去 直接仰手就把人丢进车里 啊 但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 他迅速的从座位上爬起来 然后试图打开令扇车门逃出去 陆思辰已经坐了进来 他轻而易举的握住女孩的腰 往下一按 你放开我 再敢乱动一下 我保证让你后悔